嗨同学们,大家好啊,我是Thomas老师 OK,so是这样子,今天我们会讲的是第七课开头前面 OK,so这个Geography的第七课里面 它最主要讲的东西,哦对,先开始讲先啊 因为资料大家都没有的,老师讲过了 好,so我会去send pdf在那个group里面 你自己的录下来,然后你可以跟着我的重点做一个记录 这样子,你明白我的意思 OK,好,我们这个 Genius Kegiatan Economy in Malaysia 讲的是马来西亚经济的活动 对,经济的活动呢,最主要就是会为国家带来收入的东西 我们叫经济活动 讲简单一点就是我们的工作 OK,工作 那你帮老师在Genius的下面画一个箭头 写Manhashokan Bundabatan 然后你跨湖Objective 讲的意思 Genius的下面你画一个箭头 你写Manhashokan Bundabatan 跨湖写一个Objective 这个是经济活动的重要最主要是产生国家的收入 OK,产生国家的收入 好,那第一个 基本上呢 有分几个领域 马来西亚里面第一个有分Sector Prima Sector Secunda 还有一个我们叫成的是Sector Territur OK,第一个是主要的领域 第二个是吃药领域 第三个是服务领域 简单讲叫做服务业 OK,so这个里面 你帮老师在Sector Prima的壁 写一个Marsud跟Tondo 写一个Marsud跟Tondo 然后这个地方是会问Structure的 OK,是会有问Structure的 那第一个东西 你帮老师highlight 首先第一句就是要你解释 所以主要呢 Sector Prima 它主要是会 我们讲成的是 就是我们讲 生产一些原料 就是从一些天然资源 OK,这是第一个 它的意思 然后二号你打一个勾 你帮老师写Chanto Example 那今天我们就要懂 请问Gagiatan Economy的Sector Prima 有什么组成 主要马来西亚的领域有分 农业 Bendernakan是什么 砍树 来同学们 什么叫 Prikanan 捕鱼 捕鱼 Belomongan 采矿 Bendernakan 我们叫 饲养 那今天呢 这几个就是 Including在我们Sector Prima里面的一些东西 一些领域 讲多一次 像农业啊 砍树 捕鱼 捕鱼 采矿 饲养 动物 这些都是我们的Sector Prima OK 那Sector Secundal呢 我们可以讲成的是 加工 那加工呢 就第二个 食药领域是 something来加工 OK 加工就是 他们会 转换 Mennukkalkan Baham Mentak Bah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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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 他们会转换材料 去成品 会转换材料 去成品 意思是 好像木 我们就把它做成 鱼子 把它做成 做纸 藤 我们也就把它做成 可能 手工 衣品 像可能 黄金 就拿来 做成 手势 这种就是我们讲 把材料 变成 Baham 项 意思 请问啊 Sector Secundal 是由什么组成的 很简单的 跟大家讲 Baham Baham 制造业 Baham Dushan 工业 Baham Baham 建筑业 那这个是我们 Secundal 领域里面 有的一些东西 就是主要是由制造业 工业跟建筑业所组成 OK 那同学们 针对这个地方 大家有问题吗 没有啊 OK 那这个有问题 你们 所以 excuse me 你看回去之前的 那个video OK 所以第三 Sector 服务业呢 服务业呢 最主要是提供服务的 好像我们讲警察 好像我们讲警察 医生 老师 这些是主务的行业 OK 那最主要呢 在国家的发展里面呢 这个领域也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 OK Bra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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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国家的发展里面 最主要也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我们就要去探讨什么领域 是Under这个Sector Tector的 OK 第一个 你可以讲Branjongan 第二个 你也可以讲Branam 第三 Branam Kutan 第四 Kawangan 第五 Banitikan 那今天呢 旅游业 商业 交通业 金融业 跟Banitikan 这些都是服务的行业 像Branjongan 就有导游去service你啊 Branam 做生意 也有人去service你 很像一些salesman Branam 像你做Uber 你做Grab car 人家也是在你的嘛 那你也是被service的那一群人 OK Kawangan 是金融 金融我们可以拿一个examber 就好像银行 你去银行 是不是银行的 Counter 去service你的 对 还有Branjongan 教育 这些都是属于的是 服务的行业 那老师这里要做一个小小的总结 总之 我们的经济活动 有分成三大类 第一个 Sector Primer 第二个 Sector Secunda 第三个 Sector Tirter 总之这三个 大家就去看一看啦 OK 说法 这个是老师这里的观点 OK 那第二个 OK 对 但是有什么东西呢 有问题的话 我们过后会在过后的 online的live 我们讲face to face的那个live里面 我们会 呃 再讲解多一次 either你有问题 你再问老师 听懂我的意思 OK 我们就去看下一个啦 呃 接下去呢 我们就会讲到 Daburan Gegiatan Economy Utama di Malaysia 马来西亚主要的经济活动 Daburan 是分布 分布 哎呀 那么这里有问题 讲 有问题 OK 呃 最基本呢 我们就会讲的是一些分布 第一个 农业领域 农业领域呢 基本上 他会有讲 呃 OK Example啦 Ciondo Tanama Utama di Malaysia 呃 马来西亚 最主要的植物 有两个 一个是 Golaposavit 一个是 Goda 油棕跟橡胶 这两个是 马来西亚主要的 植物 OK 主要的植物 OK 那这里就会问你 请问哪里种橡胶 那同学们 我们就要去记这个东西 OK 这两个地方你打猩猩 Korang 巨卵 跟Lapis 都是在Yohu的 这个呢 你打猩猩 它比较是 呃 重要一点 我这里画一个点 OK 好 第二个 呃 以宝啊 Jasim Morimao 这些都是有 有种油棕啦 有种油棕哦 还有一个地方叫 La Hattatutono 这个地方是属于沙巴 所以你稍微可以先看 老师给大家 highlight的这个地方 这个是属于的是 橡胶的 种的地方 那你会问老师 其他的我们不用看啊 呃 不是讲不用看 你们 看老师讲的 重要的东西先 OK 先看重要的东西先 OK 特别重要一点的 剩下的你还是 要去看 Alright 然后这里呢 你帮老师注明 这个是问structure 基本上他 要讲的东西是 他会问的是 structure题目里面 OK 然后下一个 Glapis Glapis 刚讲过啊 全马来西亚 主要种的东西 有哪两个 不是香蕉 就是油棕 OK 那今天油棕 你就打星星 这个Mu Dram Mu Dram OK 这个呢 你highlight 就是哪里是中香蕉的 你特别帮老师 highlight起来 哪里是中香蕉的 特别帮老师 做一个 sorry 油棕 马里是中油棕的 你帮老师 highlight 所以上面的那个是香蕉 下面的这个是油棕 所以你们可以要注意的是 他会问structure的 locacy 如果今天有问 讲多一次 如果今天有问 他会问你structure里面的 locacy OK 然后同学们 讲到这个地方 还ok吗 有人有东西要问吗 ok啊 alright 那我们去看B 刚我们讲了主要的领域 就会讲加工领域 也就是我们的工业 工业领域呢 这里还有两种 一种叫Industry Electric 和Electronic 电子行业 第一种叫电主行业 第二种 Industry Automotive 第二种叫什么 交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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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 什么叫Automotive 就好比把汽车去做 组装 重组 或者可能 assomthing 来这样的东西 ok 电子领域呢 我们就会给 Barrant Electric 跟Barrant Electric 有一点不一样 Electric 就是冷气机 电视机 Electronic 就是电脑 跟Camera 就给大家一个概念 这个Computer 如果你有资料的 我们要改成K 因为C是英文 ok 英文 ok 好 然后 像重型工业 就会有讲到 汽车 Motor 装Wan Rolli Trek 总之是跟车 有关系的 我们叫做Automotive 但是你不能够讲 英老师 婴儿车算吗 那个就不对 婴儿车是很小型的东西 所以不可以把它拿来做 好配 ok 来同学们 针对今天老师讲的这个地方 大家有东西问吗 送方 ok ok 下一个 ok 我忘记跟你讲 这是不干Berastas 干Sumber 这个电子领域跟重型交通领域 是非资源的圈套 像如果有一些有以资源为导向 来生产的 产品领域 有分 第一个 木啊 木的领域 橡胶领域 GEDAR GLABASAVI 油 橡胶 油种 那 木 可以做什么 你们可以看一到一个这样 GEDAR 可以做Daya 手套 或者 鞋子 GLABASAVI 可以做 煮菜的油 砂盆 跟 日常用品 ok 日常用品 像有一些东西都是有用油 都中油的方式其实还蛮多了 ok 像记得砂盆 好像也是 是钻中油 因为它是有这样子的成分在里面 ok 然后这个是属于的是 以资源为导向的工业里 ok 呃 这里老师没有放到地图不用请 ok 来 就一个了 呃 旅游业 旅游业呢 其实送发还好 旅游业就是我们讲 马来西亚 应该是这样 马来西亚自从1980年 我们就开始有旅游领域 像Example 交通 Hotel 跟 通讯 联系 这些都是 Under Settle Plan 中案 ok 所以老师做一个总结啊 这里呢 我最主要 跟大家讲的东西是 请问 我们这个科学什么 第一个 Settle Utama 主要的领域 Settle Secundal 工业加工领域 Settle Tractor 一些服务业的领域 然后过后老师会在 呃 正课呢 我们在一个小时半的课里面 我们会在详细再解释 让大家更加的明白 听懂老师的意思 ok啊 alright 我们现在就会去到 呃 ok 这个资料后面呢 他就会有 Bahagian A 一到第十题 你可以帮老师尝试做先 ok 可能你拿一个白纸 把答案写下去 啊 自己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先 ok 然后下一个 呃 他的Bahagian B Bahagian B 你就做第一题 那像Settle有问了 Settle X什么 Primal Secundal跟 第三个叫什么 Turter ok 然后X你明白他的概念是什么 要把意思写出来 传多 等等等 那这些都是 我们要跟大家讲的东西 ok so 写的你就只做第一题 跟第二题 而已 ok 然后 这个我看一下 嗯 so far就比较短了 ok so 基本上是 讲完了啦 so 如果有一些其他问题的学生 你们可以私底下 在PM老师 啊 so far 是这样喔 嗯 任何问题 我们等下一个live 我们会再见面 你在那个时候 在直接可以当场发问 老师问题咯 so far是这样啦 ok 今天到这里 谢谢